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如果一直关注这部动漫的小伙伴们恐怕都知道 在前不久的剧情里面 唐三和戴木白用出了非常完美的配合 他们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就将天斗皇家二队直接打败 以小三的第四个魂环拥有的裙控技能蓝银球龙 他们的对手想不认输都不行 这也让很多人大开眼界的同时 让史莱克之明彻底在整个大赛队伍里面闻名 虽然说他们在短短时间内击败的对手非常厉害 那也让其他队伍的人感到非常的担心 比赛里面的出色表现吸引了五魂殿白金教主萨拉斯的注意 尤其在得知这个队伍里面 每个人的天赋放眼全大陆都是数一数二的 他在第二场的时候就按下操作让史莱克遇上了象甲宗 大师在得知以后跟队伍们说起了这支队伍的来头以及优势 表示要让他们直接认输保存实力 可是这几个人明显不想直接认输 当唐三拿出几个方案以后 他们都十分开心 这套作战方案十分完美 即使是大师也自愧不如 在第二场比赛里面 史莱克七怪将会出动五个人来迎战这场比赛 毕竟要是在预选赛用尽全力的话 后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优势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